然後那些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高解析度的畫框之外的畫面也是有繼續運算 只是他們都是用比較低的解析度 就是像是馬賽克的畫面去運算 那些畫面就是比較是拿來用反射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其實也是有運算 只是他是用一個比較低解析度 就是有點像馬賽克的畫面 然後就是呈現在旁邊的沒有拍到的畫面當中 那這樣子呢就還是可以有那個真實環境的反射狀況 只是就不會有那種超高解析度的 那只有畫框內是用最高解析度的 那只有畫框內是用最高解析度的輸出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 還是有輸出啦 只是我們變成用一個比較低的解析度 就是用像馬賽克的畫面 然後他也沒有需要即時的空間追蹤 他就是固定在那裡 然後就是讓你有一個虛擬的反射 假設你有一個杯子 玻璃杯也好了 那你就會有一個即時的 真實的反射在上面 而不會就是空空的這樣子 那在那個畫框之外的畫面還是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還是有的 只是他是一個比較低解析度的輸出 那變成 有點像是馬賽克的畫面 單純是為了 你有反光的物體 他要接收任何的 顏色啊 或是光線 或是有一個透明 甚至是玻璃杯的東西 他也有準確的反射 然後呈現 最真實的樣子 在畫框之外的畫面也是有繼續輸出的 只是他是有點像是 朦朧馬賽克就是低解析度的畫面 那這些低解析度的畫面 就是單純是拿來反射用的 就是 讓你有更 畫框之外的畫面 你還是有繼續輸出的 只是他就變成不需要輸出 那畫框之外的畫面就不需要 那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就是一個低解析度的畫面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就是你只需要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你只需要輸出一個比較低解析度 有點像是 馬賽克畫面的畫面 就你不需要即時去 運算說呢 我們的整體空間怎麼樣 他單純就是拿來 反射物體的 像是你手上有一個 可能玻璃杯之類的 那你就是可以來反射 真實環境的空 真實環境 What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還是有繼續輸出的 只是他輸出是一個比較低的解析度 他也不需要去 在真實的即時追蹤相機的位置 他只需要 顯示一個大改的畫面 那單純是拿來 反射用的 反射空間光線 反射的樣子 這樣子 假設你手上有一個玻璃杯 那你這樣子 還是也可以 反射出這個 環境中的光線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就是使用低解析度的畫面 就是 單純是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就是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 還是有繼續輸出 只是他輸出是一個 比較低解析度 有點像是 馬賽克的畫面 然後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真實反射的 這個 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我們就是用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我們就會用比較 低解析度的畫面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我們就是用比較 低解析度的 有點像是 馬賽克的畫面 單純就是 模擬空間的反射 假設你手上有一個玻璃杯 那你就是有 反射啊 各種反射 都可以 盡量的就是把它模擬出來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就是輸出一個比較低解析度的畫面 像是馬賽克的畫面 單純就是 模擬 現場的光線反射 這個樣子 假設你手上有一個玻璃杯 那你就可以有 各種光線照過來 有讓它 呈現 就是 真實的反射效果啦 那在畫框之外呢 那在畫框之外 它就是也是 那在畫框之外 就是輸出一個比較 低解析度的畫面 看起來就像是 馬賽克的畫面 你就不需要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呢 也是有繼續輸出 它就是輸出一個比較 低解析度的畫面 看起來就像馬賽克 那它就是單純只是要 模擬現場光線的 反射 就是能在那個 虛擬空間的 反射光線的樣子 假設你手上有一個玻璃杯 那你前面還是有光線反射 你就可以真實的模擬出來 不會像是綠幕 就是前面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 就像是綠幕的